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本月9号 以俄罗斯篡改反兴奋剂实验室数据为由 通过多项对俄制裁决定 包括剥夺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协调机构资质 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等 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上对俄禁赛4年 以及俄罗斯4年内不得举办 或申请举办世界性重大赛事等 长达4年的禁令将导致俄罗斯 无缘2020年东京奥运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以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强烈谴责禁止所有俄罗斯运动员参赛 他有理由认为全球禁赛是出于政治目的 俄国家杜马的多位议员也认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一刀切的禁赛处罚 明显带有针对性的政治色彩 并谴责西方国家和媒体历来热衷制造 只有俄罗斯使用兴奋剂的舆论 请不吝点赛